这个敏感话题不知道能不能讲 大家自行去搜索一下 1975年越南难民什么东西 Lux 不好意思大家我的嗓子彻底哑了 今天带大家来看耳丸新开的一个公寓楼盘 叫Lux Barber Ocean 哈喽 大家好 Francis 你怎么这么酷 's 滚 吹 吹 Sty 威人 有人一人招待出租金 必須跟我們的最愛的付款 我們有自己的最愛的付款 在威斯巴和貸費地步 讓你的最愛的付款 你們用外出租金嗎 他們有外出租金 我之後再把你們回到這裏 找我去找 今天是我們這個 The House Club獨家提前看房活動 他們官方正式的展覽時間是在26號 但今天是24号 我可以提前先看一下 而且他独家向我们的House Club 公布了五套房子的售价 在26号当天呢 也会提前两个小时 开放给我们的买家去产购 12点之后是开放给公众 今天至少来了100多位经纪人 现在里面参观的地方根本站不下 所以主办方安排我们 轮转着看 先进去一批人 出来之后才进去 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长手了 耳湾联合学区没有星期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哇,实在抱歉,太多人了,太多人了,完全没办法解说,这个楼盘呢,它有两个非常大的优点,第一个是它在尔湾联合学区,学区非常好,第二个是它没有新区, 新区建设费,这个在尔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像我之前拍过很多视频的那个奥特尔那个小区,房子很大很豪华的那种独立别墅,它所在的区域就有新区建设费,是40年的时间,而且它是跟其他的小区不一样,它是不按照房子的售价的百分比来的,它每一个房子印尽的分配一个数值的这个新区建设费,而且地理位置在尔湾的西边,靠近这些写字楼啊,办公区域啊, 会非常好出租 我的车买了还没一个月,就被人撞了,而且不知道是谁,撞了之后就跑了 如果你是我的新的视频观众,刚刚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而且你又只想看房子的话,下面你就可以关掉了,不用看了 因为我的风格不是好比说看房嘛,就专门看房,我会把看房这件事情作为我一天生活Vlog中的一部分 所以下面呢,我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去做 比如说我昨天的视频里面提到,我在craglist上面联系了一个卖那个滑雪板的人 他昨天说他要问一下他老婆肯不肯卖,他是标价 他是全新的板子,四百五十多块钱买了,他标价两百七十五卖了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两百块钱买,你卖不卖 他说他问一下老婆,我说哦,happy wife,happy life 然后今天早上他给我回了短信,他说他老婆给他亮绿灯了,我现在可以去买了 所以我现在要开到Huntington Beach去买这个滑雪板 这也是我今天视频的一部分 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们看到标题是看房的视频 但进来之后发现一些很多其他的生活的这个内容 你会觉得什么轻巴刀的呀,我是要看房子的 所以我先预告一下,如果你是新的视频观众并且要看房的观众 后面的可以关掉了,后面的是我的生活Vlog 如果是老观众朋友,肯定早就知道了啊 这就是我的风格,计时性的 Huntington Beach Huntington Beach 这个就是我要买的这个滑雪板了 全新的 全新的 如果它有两个肩膀 它是非常好 好的 有一个好赛 好的 带着 好 尴尬了 耶耶耶耶 尴尬了 这个小车放不下 得把座位 第二排座位放倒可能放下 我来放在里面吧 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有一个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刚好我的车现在需要充一点电了 就50%的电了 我去测试一下这个超级充电桩 到底有多快吧 现在是2点35分 充个半个小时看能不能充满 在这里 我们这边一排已经全部停满了 前面一排充电桩还有几个位置 现在特斯拉在加州的保有量还是不错的 但是好像他们公司的财务状况就不是很好 我前两天在朋友圈开玩笑 我说今年再买一辆 以实际行动支持马斯克先生 我报了这个信用卡的保险 陪付我被偷的那块板子 他们还在省区的过程中 还需要我们打电话和提供一些材料 然后这块板子我觉得 比我买的那块板子还要好 因为我是新手 对这些板子研究不多 不过刚才这个人说了 他说这个真的是挺好的一块板子 然后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些资料和攻略 确实比我买的那个Burton的要好 但是我现在买不到那个Burton的那个 最新的鞋子和Burton那个组合 如果买得到的话直接装上去 我就可以 有点着急 昨天上eBay看了一下 好多荒牛在炒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买下来原价可能是三四百块钱吧 现在卖八九百甚至一千多 我那个最新的科技断货了之后真的是 就像当时炒苹果的那个手机一样 我曾经拍过一个视频是介绍一款手机软件 叫Yelp的上面不仅有这个 像中国的大众点评一样的这些餐馆 还可以找到很多 把你维修家里面电器设备的这些工人 那我昨天在这个另外一个网站叫 Craigslist上面找到的这块板子全新的 然后以低于50%的售价在转让 这块板子上面还有价格标签是459.95 然后他卖给我是200块钱 但全新的一次没用过 所以有些时候 大家可以到这类的网站上去讨一下 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当时去那个REI那个店里面 直接就买了还花了好多钱 那天买了两三千块钱吧 就如果我们在网上做些功课 讨一下的话也是全新的 也是一样的东西甚至更好的东西 可能只有花不到一半的钱 七八百块钱就搞定了 所以还是要感谢金姆哥提醒我 金姆哥说他们买的都是很便宜的 一两万块钱的 在Craigslist上面卖的 然后花坏了或者是丢了也不会心痛 我觉得也对啊 这种东西 超级充电的速度就是不一样 哇这个这个百分之六十一 六十二的这个数字在不断的变化 刚才是六十一 我在讲话的时候六十一 现在六十二 我只有四十分钟就能充满了 太厉害了 我刚才买板子的那个地方叫Huntington Beach Huntington海滩 然后我现在开过来一点这边充电站的这个地方叫Westminster 这个Westminster呢是越南人聚集的地方是全世界除了越南本土以外最多越南人的地方差不多有二十多万吧都当年逃难来的这个敏感话题不知道能不能讲大家自行去搜索一下1975年越南难民什么东西啊 在我录完刚才那一段准备关掉照片机的时候咖啡掉在地上我一个时候想要去抓住咖啡 一个时候又不想要把相机丢在地上差一点弄我一身啊 当不拍Vlog的时候日子过的是很从容的很潇洒的做什么都可以拍Vlog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去构思我身边拍什么我讲什么然后还很容易出现这样狼狈的情况东西掉了啊还拿着相机 然后旁边车里一个老太太在看着我因为我在面前本来就拿着相机自言自语很奇怪的然后突然咖啡都在地上她就一直在看到我走过来好尴尬的样子 买了杯咖啡回来就冲到86%了我设置的是90%所以基本上充满了我现在准备走了 下一站呢我准备去耳湾的花旗银行帮我前面买房子的客人问一下他的账户的事情他的网银登陆不上去了他现在要转上去付这个交易款但是却付不了所以我去银行帮他找一下那个经理然后跟他通话问一下这个事情啊这就是我基本上一天的工作了上午去看房 然后中午谈不上工作买了个板子下午去找银行的客户经理差不多就是这样真正的日常Vlog记录我的一天 哇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客人的密码忘记了银行打电话又必须跟他本人讲话啊他本人呢又不讲英文所以嗯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银行寄信给他了记得当时留在银行的地址寄一封信告诉他 一新的临时密码我这个飘航过海到中国去不知道有多少天又会耽误这个交易的进程了所以很多时候客人问我们说啊这个交易过程多少天呀我们讲顺利的话多少天不顺利的话真的不知道现在是下午4点半准备去接孩子回家之后今天的任务是在陪孩子的同时看能不能把去年年底去滑雪的视频编辑出来my god 我真的已经拖了太久了但是在没有阿姨帮我们做家务的情况下真的好难完成这些事情啊 我刚才突然之间连续打了几个喷嚏然后感觉感冒加重了重感冒怎么觉得现在没有每天在连续作战日更blog的时候身体反而变差了呢之前每天熬夜的两三点钟反而没什么事儿 这个是不是人家说的人得忙起来得充实起来超负荷这样就会比较啊状态比较好 像我现在就是不好不好好了接到孩子们了下面就要开始跟孩子们的缠斗了大家拜拜明天的vlog 如果明天拍的话Luka再说拜拜吗拜拜拜拜